两天之前 我也不知道我来这里干什么 我真的不知道 我带了学生 从洛杉矶比赛回来 回了家 我又赶到连着飞机 我就来到多伦多 我知道 刚才Tina 她是荣耀基建的创办人 我挺佩服她 一个中国的学霸 来到家大四年 自己就可以承办一个俱乐部 我来到加拿大三十四年 我还是一个打工单 但是 我在Edmonton 三十四年 我没有离开过这个俱乐部 我应该说培养出了 成千上万的学生 一直以美国 世界各地的都有 但是我没有她这个勇气 北托尼亚教育集团 睡觉 她比我更稳大 因为我们都是母亲 我也是三个孩子的妈妈 如果做报告 我肯定不行 基建 我真的还可以 因为 我真的现在是 五十六十的世界冠军 为什么说我来 你不知道 我是先讲倒戏过来说 回到多伦多 就像回到自己家一样 有厅长 有副市长 有很多 议员 每一个人 站到今天晚上这里 都是中国人 我觉得 你们才是我们的骄傲 我一直在跟大家说 我的前半生 是为中国的基建事业 度过了我的前半生 我是31岁来到加拿大 今年我65岁 其实我的身材很好 就是因为基建 我为什么一直有梦想和理想 要成立一个基建基金会 大家都知道 我离开了中国以后 其实不是为了我个人的理想 我一直有一个愿望 要帮助中国的基建 走向世界的舞台 在我们的年代 可能我不是最大的 我应该是偏大的 中国没有改革开放 经济不好 我们面那么强大 在世界上变得看不起 尤其我们基建的运动 因为是叫西洋建 是西方的文化 所以我们要感谢 我们最早的一辈 1958年期到苏联 叫俄罗斯 体育学院学基建 他把这个基建带回了中国